房琪说话有多让人舒服 当蔡国庆深情演绎国风歌曲 却遭百战团各种嫌弃时 就是这首歌传唱度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太简单了 到后面一直在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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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给人一种没有层次 那这首歌就有一点平平淡淡 仔细听觉得很好听 但是觉得没有味道 《青花词》那一句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那首其实是一个这种表达的一个巅峰 之后的模仿 我觉得都是完全不加创新 也不加任何内核的表达 但房琪却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 但是我唯一只有一点不认同 就是他提到了这个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但其实方文山写的这一句词 也是引用了 雨过天青云破处 这般颜色做将来 他讲的是汝瑶 但是方文山依然把这个汝瑶 变成了爱情的一项 当我们在引用诗词 作为歌词的时候 可能在品鉴上有高低之分 但是利益没有高下 而面对杨宗伟为了达破常规 一改往日演唱的风格 房琪更是将语言的力量 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是为了歌迷 我觉得大可不必 因为我们钟情一生 不是为了要满足每一个人 而是要找到跟自己 同频共振的那一部分人 而你其实已经找到了 这群人在哪呢 这群人在每一个 午夜梦回的时候 他们爱而不得的时候 在电台里听你唱 我让你逃亡 也让你回航 我让你依赖 我也让你说谎 这群人在那些 因为爱而失望 想抓住一个救命稻草 来骗一骗自己的时候 听你唱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猜你也舍不得 所以作为同频共振的那个人 作为其中的一员 我想跟你说 这世界很喧嚣 做你自己就好 谢谢 非常受力 张涵韵一开口 就得到了无数的否定 听不下去了我 我觉得他有一点着急 你也唱的 唱得真是你吧 气息不是很好 气息太棒了 我觉得您没有把这首歌的感情 完全地宣泄出来 到了房琪一开口 令他瞬间泪目 因为接下来的这段话 我只想说给你听 一段时间以前 我看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 这个文章的标题是 恭喜那些甜妹终于活成了女王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但是我唯一有一点不认同 就是女王这个称呼 因为我觉得一个坚韧的灵魂 我们不需要一个符号化这么强的头衔 来作为嘉奖 如果真的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你 比起女王 我更喜欢清风 她强任她强 清风拂山岗 十五六岁的她站在舞台上 只是想唱歌 但是这个世界给了她 莫名其妙的很多恶意 这些恶意强到她差点没有机会 再站在舞台上 差点就被人海淹没了 今天有很多的人去质疑你的唱功 去质疑你的很多没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 重新拿着话筒去唱歌的机会 你还有很多的时间 十五六岁的那股清风 越过了重重的山岗 吹到今天你也还是最好的年纪 这就是上天对勇敢的女孩 最好的奖励 说得太棒了 谢谢房琪 看完后 不得不佩服房琪的情商和口才 真是妥妥的语言艺术家 抖音